林子伟 左 明天与精英一亿有望迎来本期首场先发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红袜今在主场以6比3击退速低阳级 台湾好手林子伟在6局上代首上场 唯一打席获得保重 本季首安上位出炉 不过他此意也秀出精彩的美季守备 明天红袜主场迎战精英 林子伟有望迎来本期首场先发 红袜与杨基前5局的比赛应于比赛中断45分钟 林子伟6局上阶梯先发第6棒二类首努涅斯 并防游击原本的游击手霍特 Brockhold 折一防二类 林子伟在7局下手打席获得4坏球保重 8局上迎来本场唯一一次的守备机会 红袜后援头手握灯 Marcus Walden接替先发波瑟罗的头球 面对杨基该局首名打者沃克 Neo Walker 红袜采取布阵 内野几乎一防至右半边守备 沃克急出中间方向弹跳球 刚好落入林子伟的防区 林子伟反身接球 并转身传网一类似杀跑者 流畅的守备也让头手握灯拍手套致敬 鲁涅斯6局上被换掉 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有受伤 他在首局敲出内野安打后就出一撞 当时总教练等人都有上场查看 红袜总教练科拉 Alex Cora 表示 他的状况还OK 只是评估比赛战况 看他的情形 最后还是选择将他换下比较保险 如果鲁涅斯明天选择休息的话 林子伟有望以先发身份出赛 这也是本季首次先发 对手将是精英队 林子伟10日升上大联盟 目前出赛两场只有两次打席 保宋和三镇各一安打上位开张 林子伟每季首被影片请点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